大家好,歡迎收看 GameplayHK 又是我阿俊 今次我要在 Gundam Maker 3 試用我的愛機 就是這個甩毛 Wing, Wing Gundam Zero 首先我們看看它有什麼配件 這個就是 Wing Gundam 的劍 Wing Gundam Zero 入面它的模型買回來就說不包這把劍 在 Gundam Maker 裡面,我們買的模型是有的,放心 接著甩毛 Wing 專有的武器 就是這個雙槍 這支槍我自己覺得非常之好用 可以360專有,合在一起射都可以 而且威力非常之強大 到它的頭部,這部機器是沒有頭部機關炮的 接著下來胸口,機關炮就放在肩膀上 還有這個自爆裝置,接著就是這個零式系統 到手了,又是什麼都沒有的 腳上面都是沒有東西,很乾淨 劍就收了在背包上面,它的翼那裡 翼頂就有兩把雷射軍刀的 裝備了翼之後,盾牌方面就可以選到飛翼 因為它對翼其實是盾牌 技能方面,因為有拿劍的關係 我就用了十字封布 槍當然用輪流式射擊和變動式射擊 接著就有這個零式系統 爆發技是沒有的,所以我給它完全爆發好過沒有 好,對不對? 選擇是結關炮,自爆,用了之後沒有行動 神經病 還有這個雷射軍刀 接著我們用Wing的招牌動作轉個圈 看看 真的好型,好漂亮 超棒的,超棒的 超棒的 超棒的 那我們現在就出去試一試這部機 看看究竟好不好用 當然,這部機我心裡有數 它最好用的,是只想槍的 看看他英俊的樣子 有沒有了解,殲滅所有敵人 首先呢 我們試一試它的機關炮 一按就不見了 很明顯這個機關炮是不太好用的 接著我們就試這個雷射軍刀 攻擊力不錯,一下子就扣到幾兩萬 我自己就喜歡用雙刀 如果有把差不多顏色的雙刀我會這樣用 接著我們有這個變動式射擊 雙刀單發射就會扔出去 如果我們不走就這樣按住就會照射 攻擊力非常可觀 之後呢 讓我找些人給我射一下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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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哎呀哎呀,中了 當我們移動的時候轉就會有360的攻擊 我是很喜歡這一招 因為看動畫都知道 這一招是了結了不少的敵人 而且它不一定要平舉雙手射 它可以在高空向下斜著射 一個圓圈裡面被它打中也很傷 好,接著就是 Rain Gundam 的成名作自爆 那就爆了 但是呢 喂,你們過來救我吧 謝謝 好過分的一招 自爆去換取我們的攻擊力 我最喜歡用的其實都是它的招照射射的 十字封部 好,現在是一個固定的目標 我們再試試機關炮會不會好用 肩部機關炮 不好用 因為每次都扣了幾千 但是一射就沒有了 那這是一個比較失敗的地方 如果大家真的要用機關炮的話 其實獨角瘦高達的機關炮是很好用的 有敵風進入 那這次我已經組好這個零式系統和爆發技 首先我們開啟這個零式系統 開啟了之後我們的動作會變快 那究竟是不是 好像真的有快 然後爆發 好爽啊 還有一部機器呢 爆發技 好爽啊 哎呀 喂喂喂 你們兩個好了 再射 那用這部機器呢 其實我覺得 用它的option 技把刀 就好過我們用普通的刀 好爽啊 老好爽啊 有些零式系統 很炎 馬上很強烈 好爽啊 有些零的零吧 一隻零的零? 沒政策 有些零的零? 就這樣放眼看 變動式射擊 又解決一隻 來吧,多到幾次我們決一死戰 散了,散了 對不起,我沒想到你這麼容易打 到玩家亂入,精英機應該會比較難打 通常我們的打法都是先插他王條 插王條的東西就好死 插完之後就任你如玉,怎樣斬都可以 跳高? 再來 他們的炮其實削王條是很好用的 你看看 這樣就不見了 那就衝過去斬吧 再射 完成 最後BOSS我們就對EXX 好大隻 喂喂喂喂,鎖錯了 鎖錯了 這下才是真的 有色射擊 變動色射擊 靈色系統之後 顯尼 爆發 是打都不打了 爆發後其實我們攻擊力真的不差 你看看 而且因為攻擊輸出夠的關係 爆發條是用不完的 可以說是 再射 哇,大家看不看到嗎 我一砲而已 他整項血都沒有了 變大 所以說這枝槍真的很好用 大家如果真的要用WING的話 我最推薦的就是他那枝雙槍 哎呀,給了我側面給大家看 好,WING Gundam的試用就來到這裡 都是對這部機器作出的特化 它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背包 背包和雙槍 背包因為沒有什麼特別能力值 只不過是盾牌 所以就沒有什麼特別技能 而雙槍就是 在這遊戲中我自己用過最喜歡的射擊武器 如果技能方面 你配合射擊武器的 引順化 那些就會非常好用 那今集的試用就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拜拜